大厨之后虽然有绯闻负面事件 但是我们的三十二组内衣 从一开始的大幅下降 到后来的缓慢增长了一些 所以我们的销量 现在已经突过一千了 可是咱们现在还有一大堆的东西 在楼上堆着呢 所以你老板我还在楼下睡着 实在不行 我找一个仓库 不用了 货在楼上放着我 踏着 那我们下一步的销售策略是什么 打折销售 不行 那或者咱们直接改个名字 叫二十三组内衣 更不行 押货销售 是我们做服装的必经之路 所以呢大家还有机会 而且一般在大促之后呢 会有一个退货高峰期 一般落实的退货比例是百分之二十 A姐那边 怎么也都有百分之五十吧 这么高 这毕竟是透出窗口期 所以得利用好 感觉咱们有希望了 抛开预售期间那批退货 咱们正式发出的三十二度内衣 现在退货率是多少 不到百分之三 那听起来还不错 等一下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 你要展现出 最有雄性魅力的一面 帮她把所有的事情 都安排头当 并且找出各种借口 明正延伸地推进你们的感情 让她知道 所有都找在你的手上 记住 让她仰视你 我们要做的 就是静观其变 因为A姐那边的品牌和质量 都不如我们 所以她们一定会落后 你们要做的 就是把产品介绍调整一下 凸显一下质量和口碑 标题也需要优化一下 楠楠 记一下 嗯 记着 最主要的是客户运营 前一千个客户必须好好维护起来 因为她们是你下一个产品的常先者 即使到最后我们只有这一千个客户 那也不算是失败 那这个我来做吧 一千个人哦 这只是第一步 慢慢来 哦 对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一件事同步进行 那就是团建 团建 因为我和楚楚的CP事件 还需要落实一下 毕竟这是楚楚工作室 和落实集团的共同持有资产 我们要借着这次团建 积累一些素材 促进CP号的运营 嗯 好 那我先就写一个内容策划 这次啊 要把假CP实锤 等一下 为什么是假CP 这次的假CP事件 你也要 落实集团也是受益者 所以集团那边 会尽全力支持 有的时候啊 假CP撒起了好来 因为没有负担 所以比真的还要甜 哦 对了 你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摄影师 好像专门给网红拍照 让他来帮我们俩拍照吧 你说的是小鱼吗 好像是这个名字 那你也有一个朋友是模特儿 很知名 不如请他来给我们做动作指导 毕竟我们是假CP嘛 那他很忙的 我得问问档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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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